那日前我也说了南韩是有一个国会议员的选举在4月10日举行 那在之前那两个月前大概 南韩就发生了医疗改革的一个很大件事 就令到很多的医生辞职和罢工 那也是令到南韩的医疗制度处理很多的重症 或者手术那些都是比较应付不利的 最初大家会看看为什么南韩的医生会罢工 我那时候也解释过 南韩总统韩石穴说要增加医科新的学雅 因为医生不够 其实韩石穴弄出这个计划 他是想在民意方面争取多些支持 因为他认为这个措施可以增加多些医生 就做福南韩的市民 表面上是这样的 但是再深入点去看 原来整件事不是这么简单的 而是说 原来南韩很多医生 就算读完医科毕业也是 比较做实习医生 或者是做住院医生 就跟一些高级的专科医生做学师 等于做学师的制度 那你如果做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 那个薪金是3万多港元 在韩国可能也算高 但是在香港绝对不是 而且是很难升职的 是很难升上去一些专科医生的位置 那就是那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难升呢 而是这班实习和住院医生 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大部分的工作 因为上面的高层的专科医生 是做少一些 做少很多 人工是他们的三倍 就是那些下层的医生的三倍 那他升了上神台之后 那些专科医生就基本上是 说就说带着那些实习医生 和住院医生做事 但是其实就把大量的工作 基本上是八成的工作都给他们做了 自己就拿三倍以上的人工 那所以这班实习医生 和住院医生 在每周工作60小时 一个长期的工作 就是当你休息一天 就是工作六天 60小时 好像不是60 是80小时 就是每天工作13小时 13、4个小时 那也很恐怖 如果一星期工作六天 每天工作13、4 13个小时 而是只拿了大概港元 3万元左右的人工 长期在压力之下 长期在工作压力之下 而是发觉自己升不了职 那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那如果你再像韵石瑜那样 我不管了 总之我觉得现在医生不够 我就要做多些医科生的银 培养多些医生 好了 那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堆在低层的医生就觉得 你这个制度有问题 我的人工这么低 你还要做多些医科生 新的医科生出来 那我们更加升不了职 对不对 那所以那个矛盾 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韵石瑜 你的总统 你推行这个政策 就不是说 就为了是 表面上争取民意 你就要推 你推去政策之前 你要是想一想 究竟那个医生的想法是怎么样 究竟是否整个制度有问题 如果整个制度有问题 你硬推出 或者加医科生银 那这个就令医生很反感了 那这些医生基本上 就 七成八成都遞了辞职信 接着就按张工作 那导致呢 3月30日 有个女童 就是 浸身 浸身之后 去了医院 急救 醒了之后 就说呢 要送去一些大的医院 要做的手术 要做的手术 急手术 结果没有一间大医院 11间 没有一间大医院 愿意接这个重症 那结果那小女儿就是死亡 那整件事呢 就发酵得很紧要 那就是 南韩的民意 立即出现有个示威 那对韵石瑜 很不妥 那就好了 整件事呢 那些医生是为什么这么强眼呢 因为那些医生就说 你弄这件事出来 你都是为了 4月10日的国会选举而已 我就和你罢工 我就是 按张工作 到4月10日 等你国会选不了 你选不了的话 你想推行政策 都改不了 那结果真的 刺成了 真的发生了 好了 我说一下 4月10日 这个韩国举行 第二十二届 国会议员选举 这个情况 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是 这个选举呢 投票率是高达67% 是非常之高 是创32年以来新高 那高投票率呢 反而是不利 现时的执政党 那结果出来的结果是怎样呢 在三八席的国会席位当中 尹锡悦的执政党 是叫做国民力量党 是惨败的 他只是拿到大概一百零八席 而在野党 他的对手 叫做共同民主党 一共是赢到175个议席 这是大胜的 那这个结果出来呢 就令到韩国的政坛震荡了 那接着4月11日第二日 4月10日选举 4月11日第二日 韩国就传来突发消息了 就是他国务院的 这个是国务总理 杭德珠辞职 总统府总统秘书室室长辞职 政策室室长辞职 首席秘书等等 一众政府高官全部辞职 那就是现在呢 韩石月在国会议员选举 他的政党 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 惨败 惨败之后呢 他的执政党里面的 很多高层呢 就是引咎辞职 那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这样大败之后 引咎辞职 那接着的后遗症是什么呢 就是韩石月政府 如果要推行政策呢 因为他的国会里 他已经是少数了 他的议席已经是少数了 那就是很多政策 你要推行 最后要国会通过呢 基本上都通过不了了 因为是在野党 是控制大局 这个是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今次的国会议员选举 韩石月大败呢 看来呢 南韩的政局呢 即将变天 起码呢 他很多的政策呢 可能都会是 跟之前呢 有所不同了 那事实上呢 呢 韩石月上场之后呢 大家最 对他最大的 不满的地方 就是呢 亲美 有很多人 很多韩国市民 是不喜欢他亲美的 为什么呢 他集中去亲美之后呢 首先你看到 三星的芯片 的业务 会被影响 另一方面呢 就是韩石月 不断地亲美的话呢 反而他的注意力呢 是没有放在韩国的民生方面的政策 是他忽视了民生 所以出现了一个是 总统大冲事件 什么叫大冲事件呢 那有抗议的市民抗议 上街抗议呢 就说呢 韩国呢 政府呢 就没有面对这个物价上涨呢 做一些好的政策 那令到韩国的物价上涨得很快 那通胀 那一条大冲呢 一条大冲呢 现在卖到大概三千到四千元行员 三千到四千元行员 三千到四千元行员 是多少呢 大概是二十元港元左右 那也算贵的 一个大冲 要卖到二十元港元 就是韩国的生活水准来说 是算贵的 那韩国呢 那韩国呢 他就 还要是衰得怎么样呢 就是 他说 啊 现在那些大冲三四千元这么贵 不是啊 那些大冲八百多元行员 四五元一条而已 不是吗 那其实呢 原来韩国是不支价 不支订的 他作为总统呢 原来呢 市面上呢 一条大冲 已经是卖到三四千元行员 他还以为是卖八百多元行员 那原来八百多元行员 是一个补贴价 来的 是一个补贴 和之后是折扣价 就是可能有些地方你真的买得到 但是不是一般市民可以 完全是很容易买到的 原来一般市民是要给三四千元行员 才能买到一个大冲 那所以就出现这个 刺威上面 就出现了总统大冲事件 这个就是早前出现了 就认为呢 就是韩国的市民认为 粉碎鱼 根本都不支订 都不支民生 都不支民生的疾苦 多少大冲多少钱 条队都不支 所以韩国的经济数据 近来都是不得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又不高兴了 就是尹錫月的老婆 五十一岁的金健熙 当时尹錫月上场 带太太出来 当时是经验的 那些记者 哇 为什么她老婆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呢 绝对不像一个五十一岁的婦人 那些人 后来就有媒体爆料 当然了 用了十亿行员去整容 十亿行员大概 就是几百万港元 大概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不过如果看她的样子 都挺胶的 那些轮廓都挺胶的 还有绝对 一个五十一岁的婦人 正常地 应该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面容 首先她走出来 就是一个整容美人 就是这样说 整容不是犯错的 但问题是 后来被人揭发到 她太太金健熙 就在股市上操控股价 就是做市 另外也被人揭发到 她曾经收了一个 名牌的手袋 做礼物 当然 你说 是不是很大件事 我又觉得 未必是这么大件事 不过 这一轮 就是吹得很紧要 她太太是操控股市 以及收了个包包 所以令到 她太太基本上 是消失了四个月 四个月都不敢见人 为什么不敢见人 她不想出来 免得影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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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党在4月10日的选举 国会议员选举 她不敢出来 现在就选了 结果她不出来也没用了 她国会议员选举 基本上执政党是大败的 另外 有些南韩市民 不满意韵四月 除了不满意她的外交政策 亲美 不满意她太太 那么多的事端 也不满意韵四月 不理民生的困苦 对物价也不满意 因为韵四月是针对她的政治死敌的做法 那韵四月的政治死敌就是李在明 她是最大在野党的党魁 早前韵四月就运用一些法律手段 强行对政敌进行政治消灭 令对方无从反抗 这个在南韩人的眼中 就觉得韵四月做得不对 就算你对政敌 也不应用法律或行政手段 去针对政敌 所以在这么多事件之下 基本上韵四月的民望是不断下插的 另外也是被人揭发到 韵四月在她的国民力量党当中 安插一些亲信 介入这个党的业务 以上是韵四月的政绩 基本上都是非常之差 还有就是和日本的关系 韵四月是倡议什么呢? 倡议是韩国和日本的和解 但是韩国和日本整天都是世仇 怎样和解呢? 二致大战的时候的慰安妇事件 到今时今日都没有解决到 怎样和日本和解呢? 日本人就一路看少韩国 韩国人就争对日本人死死下 向来都是对敌 他去倡议和解 基本上都是 劲力不讨好 另外呢 除了和日本的关系 搞得不好 另外就是和朝鲜 北韩的关系也是急剧恶化的 基本上韵四月上了台之后 朝鲜是 久不久就射导弹试验 令到朝鲜半岛上面的局势 是相当紧张的 好了 一说了一大堆东西 接着看到韵四月的国会选举大败 即是他的党大败 接着他推行政策 都变成了一批鸟鸟 他的任期还有很久的 韵四月还有三年 看看他怎样捱 但就算他未来这三年 他想做事 很多政策他都推行不了 因为国会的议席 是比反对党佔了大多数 所以李在明的在野党 将会影响很大 对韵四月未来三年的施政 而韵四月很多的施政 相信都做不到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医务改革 大量增加医科生 这都应该是胎死腹中的了 相信医生都会回复正常工作 因为他们知道韵四月 韵四月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鸟 施行不到增加医科生的核压 这个措施了 未来看一看 看看韵四月在政策方面 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方面 会不会改善 会不会开始不太亲美 因为很多事情他应该是做不到的 很多事情他可能是 国内的反对声音会越来越大 甚至乎反对党 反而李在明 这个党魁 将会的重要性 在韩国的政治局势当中 越来越重要了 好 接着就很快就讲讲 第四个题目 回到香港 首先给大家看一幅图 这些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香港 大家知道 资讯科技方面 香港是有一个 一个局 叫做创新 创新 应该是这个 香港是有一个叫做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Bureau 这是香港政府的其中一个局 好了 最新消息 好消息就是 香港就会在4月13至16日 就是今天开始 一年四日就会搞一个叫做 香港国际创科展 就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好消息 创科局 创科及工业局 就搞这个 国际创科展 那就吸引到很多外商去参展 那也是希望可以 藉此 香港是在 创新科技 或者和大湾区融合方面 找到一些出路 你搞这些展览 是不是 希望是这样 好了 我想说什么呢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就搞这个展览 那一定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有些虾子事件 都出现了 那我就 好 先回来 我想说一说 昨天 又有一件 令人是 我觉得这些事情 不应该发生 就是香港政府 凡是推行一些 和资讯科技有关的操作 在很多部门上 由2022年开始 到今年 2024 就是过去那一年 两年 是当香港政府某些部门 推出一些新的 和资讯科技有关的 一些政策 一些运作 全部都不行的 全部都在 头一两天 是 死机 单机 或者是 运作不了 超出负荷 接着那些官员又出来 道歉 不好意思 我们的测试 都做得不好 我们想不到 这么多人用的 这样 每次都用这个借口 我就觉得 不可以接受 你推出一件事 你怎么可能 不会预计到 有很多人用呢 我首先说昨天 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 2024年4月12日 文贫市英文科开考 考评局 供应考生 及监考老师 使用的签导程式 但是呢 有部份的考生 就说 没办法登入 这个所谓 报导2的程式 报导2 就是容易报导 结果出来 就绝对不容易 要改用人手点名 解释就是 程式七次 系统负荷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事后就访问 邓飞议员 邓飞议员是 教联会的主席 是不是主席 好像是副主席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但是邓飞议员 本身也是副校长 邓飞议员就解释了 他说 你做一个事前的测试 只能是抽样 你不可能真的做到一个大数据的测试 比如 假设现在有4万个考生 几乎在同一时间登入 做测试 就不可能找4万个账户 同一时间测试 这是一个要督到承办商做好这方面工作的事 邓飞议员所说的东西 我一直都很尊重 这次邓飞议员所说的东西 我稍微不太赞同 你做一个系统测试 你怎么可能 不预计到有4万个学生同时登入 因为你开考 大部分全港的市场都是同时开考的 一定是这样的 同时开考 就是说可能开考之前 半小时内都是一起登入去报名 不是报名是点名 这是很正常的 你绝对预计到 在同时一定会有大量的几万个学生一起登入 你怎么可能说你在测试的时候 我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 找不到4万个账户一起登入 所以当推出的时候 真的有4万个账户登入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原来真的不行 这个逻辑是不是很有问题 举个例子 我不要说用这个报导意 或者是点名的形式 这个这么简单的程式 都搞得这么旺 我想问一问你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 譬如说我们 譬如说到傍晚时分 到天黑 我们会不会预计到 譬如全港几百万的市民 应该大概都是那个时候 一天黑就亮灯 可能每晚6点多 7点 应该全港市民 公商业机构 都应该一起亮灯 到时的电力 是否一次过 大量会使用 是不是 一定是的 那你的电力公司 会不会告诉我 我试过电力负荷 我试过电压负荷 我试过电线负荷 我试过电线负荷 我就找10个家庭去试 我找10个家庭一起开 用电 没问题 我怎么知道 会有几百万人一起进来用电 我不知道 我难道7次的时候 找几百万人一起用 去测试吗 所以我现在 如果真的几百万人一起用电 而我的电力负荷不到 我的系统单了 真是对不起了 因为我试不到 是不是 这个逻辑 就是同样是道理 那你觉得是否合理 我觉得很愚蠢 怎可能 不会预计到你的负荷 你计到数据出来的 你的能力 是不是 你找个水缸 装水 你都知道什么时候会满 是不是 所以如果邓飞议员说 7次的时候只是抽奖 没有可能做到四万个 sample 一起时间登入 所以我不知道 不知道原来真的不行 当四万个学生一起登入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不能接受的 邓飞议员就说 所以就要调到承办商做好一点 我认为7次绝对是可以做到 假设有四万个学生同时登入 同时使用这个点名的报导意义程式 我认为是 你绝对是可以测试到 你是负荷 就是负荷得不得 我不是IT的人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 IT 资讯科技的人士 绝对是可以计算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不是很接受这个解释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 我觉得香港政府 资讯科技关联的工作 在过去两三年做得相当差 我举些例子出来 几个例子 2022年3月 当时香港就在疫情之下 就建立了一些临时收容的地方 但是建立了之后 整个星期 中了COVID的人士 进不了去住 当时 这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或者资讯科技关联的人士就解释 你中了COVID 这样 你上了你的网站 去登记资料 登记了资料之后 我们会跟进 就可以帮你去进入隔离营 这一周 资讯科技的官员就说 这个网站 你进来登记了之后 我们做不到事情 对不起 你进不了去隔离营 过来 当时 我们的保安局局长邓炳祥 看不过眼 邓炳祥就说 隔离营搞定了整个星期 COVID 这么多人中招排队进去 整个星期 一个人都进不了 你的资讯科技的网站 竟然说 我收不到他们的资料 网站还没搞定 所以你进不了 sorry 邓炳祥局长 立刻叫消防处 哎 弄消防车来帮忙 接着 就说 我弄一个电邮 我弄一个WhatsApp热线 我只是一个微信热线 你谁还有COVID 想入住隔离营 你要是电邮给我 要是WhatsApp给我 要是微信给我 三个渠道 结果如何呢 一日之内 收了24,000个信息 那很快就安排了 接触了一万 其中一万 其中有一万二千人 那些信息是齐全 那立刻呢 邓炳祥局长 当时立刻就 在消防处安排之下 帮忙 很快就把2600人 安排入住隔离营 立刻搞定 24小时内做了事 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做了事之后 资讯科技的官员就出来说了 我刚刚今天搞定了一个网站了 你们中了COVID的话 你可以上来登记了 你登记了资料之后 我可以安排你进去隔离营了 是不是很荒谬呢 这个是2022年3月发生的事 我真的很深刻印象 是很深刻印象 究竟香港政府 某一些资讯科技的官员 究竟在做什么呢 究竟是不是有人 根本都不想政府运作正常呢 令到政府在工作上卡住了 令到政府在某些工作上蒙羞呢 因为2022年3月这件事实在太明显了 我觉得真的不可能是这样做 所以当时邓炳强局长 立刻是有行动 立刻是解决问题 正正就是向香港政府 某些资讯科技的官员 或者是工作人员打了一大巴 好了 2022年3月发生这件事之后 2022年6月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当时不是叫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的 当时叫做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薛永恒 无缘留任 那就由现在的孙东教授接任 接任 后来就创新科技局就改了名叫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现在都是继续由孙东局长接任 孙东教授肯定是绝对升任这个局长的职位 因为孙东教授的履历是相当厉害的 孙东教授是清华大学毕业 接着他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做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的 讲座教授和系主任 也是机械人 这个国际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 也是研究机械人方面的 以及研究生物细胞方面的技术 孙东教授绝对是有资格的 孙东教授就是2022年6月代替了上一任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现在就变成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局长 到现在了 就是2022年7月接任 到现在也过了一年多 但是过去年多 原来又发生了几件事 很快地说一说 2023年8月2日 香港的隧道是实施 三条隧道实施644分时段分段收费 第一个工作日 结果收费表因人手错误 改用旧的633收费表 令西瑞出现收错钱情况 约4700架次的车辆受影响 那当时运输署的署长李仲恩 过来自怯了 不好意思了 向大家解释 人为错误而已 那就很快就搞定了 这是2023年8月2日发生的事 好 隧道又整 就是总结跟IT关联的事情 又出事了 今次就是隧道了 再说一个案子 2023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9日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推出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 SmartPlay 康体通 据称能够同时容纳1万名用户登入 但是呢 去年11月9日第一天清晨七时正式启用 大塞车 大量用家未能登入 新系统未能解决定场迫爆问题 那么 成功登入新系统的人士 表示呢 当他用的时候呢 他就说 比旧时的系统 康文署 康文署照例出来解释道歉 就说 对引致市民造成不便 表示协议 会继续密切监测系统运作情况 及就个别用户的问题作出更进 那这种死机与单机事件呢 继续出现 有些市民就说 我要 这种预约机器呢 基本上都是 如果你是这样呢 你不要用了 我宁愿去现场排队好过了 这是2023年11月9日发生的事 康文署 就是三条隧道 用电子缴费出事 康文署 Smartplay 系统出事 好了 一个月之后 2023年12月10日 这个就更差 说明不可以错了 系统呢 事前测试了 到税 2023年12月10日 区议会选举投票 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 揭发事件全因 选举事务署连环出错 首先选举事务署 改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 仍然没有足够标を示录制 宝可 Wasser 没有足够标的标采� nav As 沒有足够标量生命 اسamız 没有足够标估 суд 就是做了但是不够 最后需要三重监察机制 但由于负责向第二及第三重监察机制 讲解系统改动的选举事务处 解说时有所缺陷 至另外两重监察机制未有提高警告 终于选举日晚上系统故障 选民一度未能投票 这件事令香港政府很失威 就是区议会选举 说明查清楚没有事才行 结果又是出事 这是去年十二月的事 今年四月就是昨天 四月十二日连这么简单 文贫史几万个考生点名 这个报道二这个程式都出事 我就不断说 刚才也说了五宗 邓炳强局长的隔离刑事件 然后是康文署Smartplay 然后是康文署Smartplay 然后是区议会选举投票 然后是康文署Smartplay 点名 我想问一下 香港政府究竟 为什么五宗事件 都是跟系统 或者一些资讯科技有关 你要实施一些新的系统 结果全部都是说 做不够足够的测试 或者搞不够 搞不够你就不要推出 推出了之后 就说测试那里出了些问题 没有预计的流量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你怎么可能没有预计流量 再看看资讯科技局 这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现在我看看架构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是的 孙东是局长 好了 原来它下面是一个柱 这个是什么柱 先看看 这个叫做政府资讯科技 总监办公室 英文就是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G CIO 做什么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核下的部门 这个政府资讯科技 总监办公室 是负责统领 政府内外的 资讯科技管理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作为中央的专册机构 负责制定资讯及通讯科技政策 策略 计划 措施 以巩固香港作为 亚洲领先数码城市的地位 但是过去那一年多两年 就出了五件事 它的总监是谁 王志光 OK 我希望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应该是负责的部门 就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希望他们切切实实想一想 究竟过去那两年 四五件事故出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这个局 这个创新科技 以前叫做资讯科技署 后来就升格 89年就变成资讯科技署 然后就慢慢变成工商及科技局 然后就改了很多名字 总之现在就叫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看回他招聘的人手 2009年公开招聘二级系统分析 情绪编制主任 系统分析 就是系统分析 就是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 就是系统分析 情绪编析制主任 2009年入职条件就是可以接纳非资讯及通讯科技 或者计算机科学的人的毕业生 不是这些IT或者Computer Science毕业都可以 但是其实在2014年开始 招聘申请人的时候必须持有IT的学位 就算不是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都可以 总之你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 可能读过Electronics 这些学位都可以 口号就是进展才能 服务社群 加入政府资讯科技团队 我觉得如果是2014年开始 一定要有IT背景才能进入政府 做System Analyst 或者是写Program 按照你们请的的人都不会差 连这些过去两年 竟然发生了五次 哈鲁事件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我希望 真是很希望 未必是跟孙东局长有关 因为孙东局长在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是最大的 其实他跟政府部门的联系 那些IT的运作 测试和执行 应该是他熟下的部门 就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OGCIO OGCIO 这班人才是重要的 才真正落实做事 我很希望这班人 可以反省一下 为什么过去两年 出现了五宗事件 而每一次 都是令到香港政府 蒙羞 简直是蒙羞 为什么这些 我觉得不是这么复杂的 一些系统的 新的运作呢 为什么都搞得这么严重呢 究竟是不是有些 政府内部的人 其实都不想政府运作得顺利呢 我猜测的 我是乱这么猜的 你当我化疯 但是我很希望 这过去的五次经验 大家真的认真去想一想 究竟这些 政府部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每一次都说 不行 单机 为什么单机 我没有预计到这么多人用的 那就单机 我也不想的 你没有预计到这么多人用 你是专业人士来的 怎么会没有 你怎么做这个资讯科技 这么重要的系统分析 或者写这个program 你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个已经拖了年多两年 不断地发生的事 今时今日 我觉得不可以再容许这些事再发生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 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